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757-0200 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启力行 隔空发工 欲敏踩场 现在和你否释政治 第二节 欲敏你让我报道一些关于许智峰今次流亡的细节 OK 因为在英文的报道 我引述HK Free Press 可能比较详细 就是说他在星期一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据说是参与当地议会 就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会议 因为他就收到一个叫做Catalina Amiboe的丹麦政客的邀请 但是据所知就是这位议员只不过是用这个作为一个藉口 去令到他获得邀请去丹麦 这个就是这个香港Free Press的报道来的 据说在丹麦方面在哥本哈根 许智峰这个流亡的事件是相当之轰动的 是对巨多方面的那边的报道 那就是一早有计划的了 这个是除了按照你这个 就是现在你查到这个报道 那就是有计划了 那都很正常的这个 是不是 那他民主党那些人是什么快逆的 现在好像还没有反应 最初吴志伟就说 最初就是当些人质疑 就是用建制派的说法就是潜逃 潜你了 没有什么 有旅游证件 你了什么潜逃 你了什么 现在他都说自己流亡海外 潜什么逃 你了什么 所以大家要用词要正确才行 是什么 这个叫流亡海外 这不是叫潜逃 你了什么是恶法 很简单 有没有读历史 你了什么 没有读政治抗争运动的历史 坐在原间出来做总统 所以黄之锋有机会 你了什么成为香港 他现在才二十多岁 你了什么四十多岁做特首 可能是叫特首 你可不可以说施明德 刚才你说施明德 施明德坐了多久 他在政治上 老实说他受了这么多苦难 他得到什么 他就做过一届民进党主席这么大 他还不是民进党的主流派 大佬 是非主流 当年倒贬 倒贬总指挥 红三军 号召过百万人 你想想上街倒贬 贪腐的陈水扁总统 就被倒倒入坐牢 是吧 我们讲回许次公这件事 不能不讲一些战人 战人何其多 其中一个叫鼠王昏 险共无下限 坐走为虐 落井下石 他说什么呢 他说根据公开的资料 就质疑这个许次公对担任 并非单纯地探讨环保议题 进行政治工作 或者已经违反保释条件 那如果他呢 与外国政权有协议有足够证据下 就有机会违反这个港区国安法 那还有呢 就说许次公公开呼吁欧洲国家 为香港示威者提供避风港 这个是犯法人士 就需要接受法律制裁 认为这个许次公的呼吁 违反香港法制精神 讲什么呢 要求国际澳门 帮下我们香港人 是吧 你没试过 你没试过 你没去访问 例如立法会议员 是吧 你没去外国 游说过外国支持香港 我扔你了 违反港区国安法 这是不是一级资人 讲起这个是一级赠人,我又不得不谈一个叫李遵, 这个又是一级赠人,你真是侮辱了新闻界了, 这个有先的新贵,这个是一级赠人, 大家记住李遵,你看他访问这个, 没不要买 RM 林贼那个黑样子,你明白什么? 他说过下半步就会硬朕了,我和你哥, 你现在正在骚扰林郑月娥, 上半步很温柔,下半步就硬朕, 我和你哥 二哥在那里, 一唱一磨,很多人背后,现在就要令传媒这样,整个有线做的那些人都走过了,一天就被你炒, 中国新闻组成早人起身,新闻刺针成早被你尿你了,别斩了,你真是人来的,尿你了,别为了尿你了,别十万百万人工,尿你了, 你这么欺人,新闻界之耻,你还跟林郑月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虎,我上半部很温柔,下半部就硬正很多了,我尿你了,没有你公然性骚扰, 你跟林郑月娥,我认为你很有问题,尿你了,你真是,你真是,尿你了,你不尿你了, 你看到林郑月娥,你看到林郑月娥的那个访问,是吧, 一讲一讲,无论说得到你这个混蛋,真是, 因为欺人何其多,这个又是一个,是新闻界之耻, 你了你了,你还说拔帅不入,拔帅之耻, 你了你了,真是,所以杜汶策现在要跟他划青街线, 你了你了,拼够了他,他又没有人朋友,他能看到,很开心, 你了你了,所以, 还有个欺人今天才有人传东西给我,我说, 民族主义上身,他说中国是没有入侵过人的领土的, 中国就被人入侵,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压他, 我们中国人应该为此感到自豪,我说, 我说,汤家华,蒙古是你中国的, 西藏是你中国的,西藏是你的所谓中国的, 我真是,唐太宗不用派个文成公主, 我真是,蒙古的铁棋, 你了,横掃整个亚洲的时候,到最后是什么, 你了,割地,你说是你的,你了, 你割这么大的地方给人做什么, 怎么有个外蒙古, 你了,汤家华,又是舔共无限, 是不是有个人贱到无论呢,这些人你告诉我, 你没有入侵过人家, 你看看中国版图在乾隆时代最厉害, 是什么来的, 全部都是杀人来的,打人来的, 真是没有入侵, 真是这样都说得出, 中国人应该为此感到自豪, 我们都没有去侵略人家的, 只是被人侵略, 八国联军,八年抗战, 你了,你没入侵人, 你自己就有入侵人, 你了,是什么哥, 你了,入侵人是男还是女, 不知道, 一说起这些人, 你不需要这样着席了, 你已经投了贡, 你可能有你的痛苦, 或者你又很happy, 你拉共产党使眼拉得很舒服, 没有高潮, 你拉到会出事, 那不行了, 你自己happy, 不要搞够我们香港, 什么事啊, 是吧, 整天在这出谋献责, 害香港人, 这些就很惨了, 你明白吗, 所以呢, 你原本是自由派, 民主派那些, 一投了贡, 那些是占领共产党的, 历史告诉我们是这样的, 是吧, 你看一个谭慧珠, 你真是, 几乱丑样, 那些所谓真是, 梁美芬, 喂, 你现在, 假假的都是你做过, 你同事去自奉, 你真是哀经物起, 一个人搞得要, 喂, 和老婆, 子女流亡海外, 是吧, 那些小孩读书怎样啊, 生活怎样啊, 个人的生计怎样啊, 都不知道的, 是吧, 我又不相信他有大把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是吧, 你肥老奶肯同, 你想想几十亿身家, 是吧, 你不是的, 是吧, 你一点同情心都无, 有同情心的人, 你不要讲话, 你还落井下石, 是不是超级賤人这个, 我骂那些人是没错的, 我骂那些全部是没错的, 那时是被人反誓, 就是这样解的, 等于你郑重泰, 你黄重泰, 你现在够胆不认你投共吗, 是吧, 你还留在议会堂, 很简单啊, 喂, 之前我对他们还有私豪, 当你是反对派, 还有些人最多大家, 是吧, 我现在一定是当你敌人的, 当你敌人, 你这班热狗, 没能够谈的, 是吧, 你一定是当你敌人的, 当你敌人, 你是屎人就可以了, 我告诉你, 是吧, 休息一会,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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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